台北市市林區有一位里長投訴 想向附近的國小租借場地 要舉辦普渡活動 結果他被一口拒絕了 理由就是不願幫助特定宗教團體宣傳 他欺負向公所來詢問 公所指稱民政局日前發公文告知 為了維護校園親近 還有學生的術教權 不得協助學校場館出界給普渡使用 他非常生氣 氣得怒轟 他說普渡是傳統民俗 如果不能夠出界給普渡用的話 那學校是不是也不能夠辦耶誕節活動呢 他表示暑假期間 這學校也沒有上課 到底會影響誰 這很奇怪 這是在自由民主的臺灣 這不是在國外 越講火氣越大 單純的中原普渡 舉辦地點喬不攏 還鬧得一肚子氣 民政局跟區公所不得 不得幫里長跟學校借用場地 然後說為了維護學校的安寧 還有學生學習環境的親近 那不是很瞎嗎 暑假啊 暑假是沒有人啊 為了舉辦普渡活動 李李長向附近國小租借籃球場地 卻遭到消防拒絕 劉竟然是不願意幫助 特定宗教團體宣傳 讓他氣得怒轟 普渡是傳統民俗 在暑假期間舉辦到底影響了誰 前就是用那個 私動國小的前面的人行道 我只是怕說人越來越多 會影響到車流 然後用路很安全 那你就不會說 你混個馬路會影響行車安全 像區公所申訴 反而碰了一鼻子灰 最後還是扮在人行道 但校方的決策 恐怕是受到市府上層施壓 秀出對話記錄 上頭寫著轉職撫回報告 學校不得為特定宗教信仰 從事宣傳或活動 也就是宗教不進入校園 請學校配合辦理 直言並非是服下令 是依據議會決議 卻讓議員痛批根本不合理 一起坐下來達成一個共識 未來呢就是對學校來講 他也有一個比較好的 依循的準則 而不是說發生事情呢 里長跳起來了 大家紛紛甩鍋 切割 決策到底由誰定 是否校方紛紛甩鍋 最無奈的恐怕還是 得向李明交代的基層里長 這台北做不到